在格鲁曼公司官宣B21将会在12月初亮相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这将对中国带来巨大的威胁 但是有专家却认为中国有着先进的反隐身系统 可以探测到B21这种隐身轰炸机并进行拦截击落 并不用太过担心,来看详细情况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随着B21的制造商格鲁曼公司宣布B21隐身战略轰炸机 将会在12月初亮相之后,在全世界都引起了热议 在咱们这边近些年来一直传出轰-20即将亮相的消息 CJ图片和视频多次亮相在大众眼前 很多人都认为这款轰炸机说不定很快就能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 但就是在这么个时候,美国的B21却突然宣布即将亮相 让大伙有些惊讶 更有观点认为,美国这是在向中国发出挑战 关于B21的消息,按照先前美媒的说法 称由于这是一款隐身轰炸机 为了避免这款轰炸机的相关资料外泄 被某些国家得到之后造出一个复制品出来 所以美军官方也没有透露太多的消息 唯一能知道的是,和它的前身B2相比 B21的成本更低,体型更小,航程可能也更短 但是在隐身性能方面要更加的强大 可以携带常规弹药和核弹药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起精确打击 具备极强的隐身突防能力 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中国周边有着美军部署的大量军事基地以及驻军 这些地方在战时将会成为B21起飞的平台 在中国周边就能发起打击 让中国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反应过来并进行拦截 不过对于这种想法,有专家却并不认同 这些专家认为,虽然B21有着很强的隐身性 但它不是完全隐身 仍然能够被中国的雷达探测到并进行拦截 特别是中国在第一岛链周边部署的防御十分强大 把B21放在第一岛链内的军事基地上 可能刚准备起飞就被那些远程导弹给命中摧毁了 印度媒体欧亚时报也对中国反隐身技术与隐身战机的对抗感兴趣 并发文表示,在隐身战机和隐身轰炸机刚诞生的时候 由于各国对此都不太了解 因此才没有任何的应对方法 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各国也知道了隐身技术的原理 不断地进行反隐身系统的研究 诞生了不少可以打击隐身目标的防空导弹 俄罗斯的S系列防空导弹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而中国则是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 亮相了一款YLC-8E新型反隐身雷达 这也是全球首款UHF波段机动式隐身目标探测雷达 作为一款骨干雷达 它主要负责的是对中高空中远程目标进行对空警戒和引导任务 实现对目标的搜索跟踪引导 从而让导弹能够成功地命中来袭目标 虽然这款雷达的天线面积巨大 达到了两个羽毛球场的大小 但是折叠和展开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 配合上自行底盘机动性大大增强 一旦发现敌方目标来袭可以迅速撤离位置 或者是进行高速机动部署到防空力量薄弱地区进行探测 在战时这款雷达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将会得到极大提升 并由于采用了大型相控阵天线正面的原因 抗干扰能力强的同时还能隐身飞机实行远程探测 不过由于这些反隐身雷达的功效还没有得到过验证 因为它们从没有在战场上证实过自己的能力 但是在今年年初 歼20的飞行员称 歼20已经具备了搜索和识别其他国家隐身飞机的能力 对于这一点 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上将 也承认过歼20和F35 曾在东海上空相遇有过一次交手 对于这次交手的结果 他并没有透露太多 只是对歼20进行了表扬 称歼20的飞行员飞得很棒 并暗示了歼20拥有在远距离发现F35的能力 但不确定这是否是歼20本身的能力 还是说得到了预警机的支援 但不论是哪种情况 我们都可以得出结论 我军现有的反隐身技术 已经能够探测到F35这样的存在了 而更先进的反隐身雷达 对付起B21这样的目标 想必也是不在话下 除了反隐身雷达之外 我国还有着光电 天机传感器等多种正在研究中的反隐身系统 这些反隐身系统在未来成功研发出来 并进行部署的话 多重防护网形成的组网 将使得B21的隐身能力被很大程度上削弱 成为隐身能力大打折扣的隐身轰炸机 并且由于飞翼式布局的影响 导致它无法进行超音速飞行 而我国的防空导弹速度不但能够超过3马赫 还有着多款达到了高超音速的导弹 射程还都达到了数千公里 一旦B21在战时被发现锁定 完全能够在它还没有接近我国本土之前 就做到拦截并击落 更重要的是 有专家认为 虽然美国的B21马上就要亮相了 但中国的轰-20也不会落后太久的 或许B21刚亮相后的第二年 轰-20就会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到时候我国有了毛和顿 难道还怕一个只有毛的对手吗 黄脏 champions 黄脏